欢迎来到陈兴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为了避嫌 肖战在活动现场避开迪丽热巴 选择与张艺兴坐在一起 要说目前谁是内宇顶流 相信肖战一定榜上有名 一部陈情令的热播直接为肖战打开了流量世界的大门 自此肖战就像是做上了爆红火箭 热搜榜上三天两头就会见到肖战的名字 流量江湖迎来了再一次洗牌 肖战在圈里一直小心翼翼 从偶像男团爱豆转向演员 虽然他有过迷茫 也有过自我怀疑 但既然来了就要把他做好 非科班出身的肖战看得出来有意的再去适应新的身份 不断地磨练自己 当然肖战也很好地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在于申请多指教里 很多人都被顾为和林之校的恋情彻底填到了 也有不少观众抛开了颜值滤镜 转而更仔细地去看肖战的演技 小细节之处的塑造少不了惊喜所在 而肖战和杨子的友情也因此而深厚了很多 都知道杨子所到之处必定会充满了欢声笑语 所以在片场他们相处的氛围也非常好 男鼎流有肖战 而女的不说鼎流 就说近几年资源名气两手抓的女星 迪丽热巴也算其中一个 迪丽热巴是目前娱乐圈当中最受欢迎的流量小花 她在综艺节目中或者在媒体采访中都很随意自然 不会搅柔造作 也不会为了抢风头给自己加戏份 这也是大多数人喜欢迪丽热巴的原因之一 都说迪丽热巴是娱乐圈出了名的热搜体制 拥有这种体制的艺人会经常登上热搜引起关注 也正是因为这个 迪丽热巴为人处事都非常小心翼翼 生怕哪里做得不好被大家诟病 迪丽热巴一步一步的努力 才打破了她一直以来水后的标签 她清楚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 也沉得下心一步一步去走 抛开明星的光环 迪丽热巴是一位自理能力很强的女生 很多人会好奇明星们平时不都很气派 带一堆助理在屁股后吗 迪丽热巴也对此做出了解释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明星有生活助理 至少热巴自己是没有 热巴现在也经常被请去盛典参加活动 而这次好巧不巧 主办方把热巴和肖战安排坐在一起 可奇怪的是迪丽热巴走完红毯后就入座了 一直都不见肖战的身影 肖战不愿和迪丽热巴坐一起 看清他换位后的身边人 网友纷纷表示明白了 作为顶流 肖战很容易被炒飞闻 热巴又是热搜体质 所以为了避嫌肖战 故意不和迪丽热巴坐在一起 选择换了位置和张艺兴一起坐 而三个男人挤在一起画面有点憨憨的感觉 钟楚希时尚封面大片 诗发红唇妩媚迷人 扑面而来满满的高级感 钟楚希一直被很多人称为天选之女 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号是因为她的运气特别好 她自从出道以来 在事业方面的发展一直顺风顺水 如今更成为了一线女星 和很多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作品 捧红自己的女艺人不同 运气特别好的钟楚希一出道 就一直备受大众的关注 就连娱乐圈中的很多大咖 对她也特别青睐 例如我们特别熟悉的知名大导演冯小刚 她在钟楚希还没什么知名度的时候 邀请对方出演了芳华这部影片 虽然钟楚希并不是这部影片的女主 但她也凭借这部影片火了起来 被冯小刚力捧的钟楚希在走红之后 马上又被成龙力捧 成龙和她合作了神探蒲松灵这部影片 而这一次钟楚希不再是配角 而是成为了神探蒲松灵这部作品的主角 运气特别好的钟楚希一直顺风顺水 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 这一点一直让人感到无比羡慕 不过值得一说的是 发展得特别好的钟楚希 其实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她在走红后也陆续出演了不少好作品 例如《国室无双黄飞红》 《八月卫秧乔麦疯长》等等的这些作品都特别不错 作为一位科班出身的女演员 虽然年轻的她现如今的演技还称不上很精湛 但无论演绎什么类型的角色都可圈可点 这一点还是特别不错的 再加上她除了自己的实力非常不错 而且外形条件也出落得非常好以外 她的外形条件其实也出落得很好 不仅颜值高气质好 身形方面也难以挑剔 从她最新的时尚封面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钟楚希在这组写真大片中 身穿的是白色吊带修身裙 整体上给人的感觉特别不错 气质也拿捏得很好 和她以往的造型不同 她在这组写真大片中尝试了施法红唇造型 给人的感觉除了妩媚迷人以外 扑面而来的还有满满的高级感 外形条件出众的她和绝大多数的女星不同 其他女星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传统的美感 虽然有让人觉得很惊艳的感觉 但却不耐看 钟楚希完全不同 她美得很高级 属于越看越耐看的类型 这也是她身上的最大优势 以她现如今的发展来说的话 只要好好努力好继续加油 相信未来肯定可以取得更好的佳绩 你们喜欢钟楚希这一位女星吗 有没有被她的这组写真大片给惊艳到呢 可以留言和小编一起进行探讨和交流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